近日,某网站上出现一张装备有各类武器平台的新型武器无人艇图片 据悉,这是中国某奏船公司开发的一款新型武装无人水面舰艇 正在进行海上实验 早在2019年2月,武装无人水面舰艇的模型 就在南非举行了第14届国际国防展览和会议上被首次展出 引发了一些讨论 但在最开始,该机舰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 认为它只是中国海军用于填补无人水面舰艇的空白 或者是一个试验品 但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军工企业竟然真的把垂直发射系统和相控制雷达 搬上了一艘排水量约20吨的无人艇 据资料显示,该型武装无人艇的舰体长度仅约15米 排水量约为20吨 但装备有相控制雷达系统、垂直发射系统、鱼雷和轻型火炮 还配备了电光、红外炮塔、导航雷达和操纵探照灯和通信天线 能够执行巡逻、防空反舰和反潜任务 由于它的雷达和导弹系统特别 一些军事观察家们称这艘船为无人微型神盾舰 在JerryUSB配备的不同的武器系统中 包括前甲板装备的一个30毫米加农炮 和小型机关制导火箭弹租成的远程武器站 中断为一个用于小型地队空导弹的四格垂直发射系统 以及一个324毫米鱼雷发射器 在其介绍中 JerryUVS可以被远程控制 它也可以使用人工智能进行自主导航河开展战斗活动 这种无人艇既可以单独活动 也可以和其他的舰艇成群结队成为狼群 无人水面舰艇技术被认为是未来海上作战的重要前沿技术之一 甚至被美国海军视为未来大舰队计划的核心要素 新西兰新区报22日称 中国新型攻击型无人战船 已经进行了首次海上试航 可用于执行反潜反舰的任务 报道称 这次试航的中国攻击型无人战船代号JerryUV 曾在南非举行的非洲航空航天防务展上 展出过概念模型 当时的资料介绍 改舰长15米 宽4.8米 吃水深度1.8米 排水量约20吨 最高航速达42节 航程500海里 它具有鲜明的隐身外星特征 整体设计简明流畅 报道强调 尽管该无人战船排水量小 却是世界上第一款搭载舰载 相控制雷达 先进电子系统和强弹武器的多用途无人作战艇 被称为迷你宙斯盾舰 它的舰手安装有一套30毫米遥控武器站 船上可以安装两部4单元导弹 垂直发射系统或反潜鱼雷发射管 未来 如果该型舰艇还是成功 可以想象 JerryUSV的遥控站 一旦搬上我国海军目前使用的大型作战 舰艇上 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一艘护卫舰驱逐舰 可以搭载和指挥数艘或数十艘 JerryUSV 甚至一些空中平台也可以指挥 其战斗力将得到极大的增强 JerryUSV的遥控室 JerryUSV的遥控室